我心情有點激動 因為1988年3月22日 上海率先批造土地 土地使用權有償出揚 30年前的1988年3月22日 有一個很重要改革的里程碑 就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一個比較進步的做法 就是國際招標 架高者得 公開、公平、公正 現在實際上這個做法也參照了香港的做法 我跟王德斯先生說 我們現在是寫歷史 我們說上海有一天會發展成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當時很有信心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有必要的 30年之後回顧當日這句說話 實際上我們是寫歷史 因為這30年裏面 我們看到的地方政府通過買地 有了收入去建設現代化的城市 我們城市面貌一身 這是30年裏面驚人的變化 確實這一段歷史是值得我們回顧和總結 這30年裏面驚人的金剛才 會撫發展成一種 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還會去買之類的 就在這30年裏面驚人的 你身分慚人的 我們可以買特區 從來賊 你最快買特區 我們可以買特區 對 你 有一天 你有 愛國精神 其實這個我們完全可以面不紅心不跳地說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青年人 他們都有愛國精神 一個人生於一個國家 做一個國家的一份子 都應該是愛國 這個是我們基本的責任 我們希望讓香港人知道 讓全國人民知道 我們中國人是本事的 只要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我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 我們中國人可以在道路上跑得很快 我希望可以激發起香港社會 以及內地的同胞 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面 30年的時間裏面 我們可以做事情的 在接下來的30年的時間裏面 我們從小康邁向富強 過程當中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 很多難關要克服 我們需要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等等 我們希望可以保存當年的精神 香港方面就是我們的愛國精神 可以有信心的 我相信中國能夠發展成為 一個富強的國家 不單止是為我們中國人民 帶來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們可以為全人類作貢獻 早上更有消息 甜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